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说中 神使们曾经在神庙中显露神迹 让人们对其崇敬被指 即便神使们拥有强大的力量 却从未有过联手对抗五竹谜团的举动 这引发了人们的疑惑 五竹是神庙中的一个不解之谜 即便是神使们也未曾触及其底细 这引发了无数探险者的好奇心 他们不断探索 试图解开五竹的神秘面纱 即便神使们也未曾涉足其中 这让五竹的神秘更加深邃 范贤 是一个勇敢而聪明的年轻人 他踏入神庙 胸怀无畏 准备揭开这个谜底 他的到来 让人们的目光聚焦在神庙之中 期待他能够解开这个古老的谜团 五竹 这个名字在神庙中犹如一面旗帜 飘扬在神秘和威严之间 他的威名不言而喻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神使们 都对其心生敬畏 传说中 五竹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和神秘的秘密 吸引着无数勇敢者前来探索 神使们却从未集体出击 面对五竹的挑战 他们选择了单打独斗 神使们身怀绝技 拥有强大的力量 但面对五竹 他们却感到困惑 或许是因为五竹所蕴含的神秘力量 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或许是因为神使们之间存在着 难以言喻的纠葛和协议 让他们不得不各自为战 神使们的力量来自于 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和神秘的力量更远 他们被赋予了超凡脱俗的能力 能够驾驭自然元素 掌控神秘的力量 这些能量的起源 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和敬畏 他们犹如神明派遣到人间的使者 拥有着无尽的力量和智慧 尽管神使们拥有强大的力量 但他们却面临着群躬五竹的顾虑和顾忌 五竹蕴含着神秘的力量 超出了神使们的想象 让他们万而却步 他们担心 一旦群躬五竹 可能会引发不可预料的后果 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他们选择了各自为战 与五竹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对决 网友们对神使们行为的猜测五花八门 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 有人认为神使们选择单打独斗 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内讧和纷争 无法团结一致 他们认为神使们不敢联手对抗五竹 是因为彼此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分歧 导致他们无法形成统一的战略 还有人认为 神使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秘密协议 禁止他们联手对抗五竹 他们推测 这个协议可能是古老的约定 规定神使们不得干涉彼此的事物 以免引发更大的混乱和灾难 神使们选择了各自为战 以免触犯这个协议 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 另外 还有人认为 神使们选择单打独斗 是因为他们对五竹的力量和神秘性感到畏惧 他们认为 五竹蕴含着无法预料的力量 可能会给神使们带来致命的威胁 因此神使们选择了保持距离 以免陷入危险之中 范贤踏入神庙的契机并非偶然 而是一系列事件的交织 或许是他对神庙深藏的秘密充满了好奇 或许是他对解开五竹谜团的渴望驱使着他踏入这个神秘的地方 无论是何种原因 范贤的到来注定会揭开神庙古老规矩的面纱 带来新的启示和真相 神庙中的古老规矩 仿佛是一面厚重的帷幕 将神使们的行为束缚在其中 这些规矩 来源于神庙的悠久历史和神秘传统 承载着无数古老的神域和仪式 神使们必须遵循这些规矩 以维护神庙的神圣和秩序 保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宁 神使们遵循规矩的原因 并非仅仅是出于传统和习俗的考量 在这些规矩中 蕴含着无尽的智慧和神秘的力量 神使们必须遵循这些规矩 以免触犯神明的意志 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他们深知规矩的重要性 知道只有遵循规矩 才能保护自己和神庙的安全 神庙之力并非简单的力量 而是一种责任和约束的象征 它象征着神使们的使命和承诺 承载着保护世界和维护和平的重任 与其伴随而来的责任和约束 也同样重要 神使们必须甚至又甚地运用神庙之力 以免触犯神明的意志 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神庙之力的责任在于 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宁 神使们被赋予了强大的力量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意妄为 相反 他们必须以身作则 为世人树立榜样 用自己的力量保护弱者 维护正义 这是他们的神圣使命 也是对神庙之力的真正理解 滥用神庙之力的后果却是不堪设想的 一旦神使们放弃了责任和约束 肆意滥用自己的力量 可能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给整个世界带来不可估量的破坏 这种后果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损失 更是精神上的毁灭 让人们陷入绝望和苦难之中 嗨 小伙伴们 通过庆余年三的故事 我们明白了力量不仅仅是为了战胜敌人 更是一种责任和约束 正因为神使们懂得遵循规矩 他们才能在纷乱的江湖中维持平衡 范贤的成长之路也告诉我们 只有坚守原则 才能真正成为值得信赖的英雄 那么你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挑战 需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呢 接下来说 庆余年二 明家的一个下人 说出了全剧最细思极恐的一句话 各位剧民们 有没有追看庆余年二呀 最近 剧里明家的一个下人 说出了一句细思极恐的话 让人听了后心里不禁打了个冷战 嘿 这可是个大事件呢 你猜猜是谁说的呢 小编我都忍不住跃跃欲试 想要告诉你了 一起来揭晓吧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惊悚的谜团 范贤再次踏入抱月楼 苏州的烟花如往常一般绚烂 江南的风景让人心旷神疑 他眉头紧锁 因为他知道 面前的三大方 是他接下来必须要面对的头号难题 三大方的权力架构错综复杂 长公主实际掌控着局面 明家人则充当着职业经理人的角色 两方都紧紧抓住手中的利益 不肯放手 这种微妙的平衡如同织锦般精巧 但也如同刀尖上的舞蹈 稍有不慎 便会陷入深渊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 隐藏着二皇子与明家人之间 错综复杂的关系 二皇子是长公主的亲弟弟 但与明家人却有着不解之缘 他们之间的关系纠缠复杂 既有着利益的交换 又有着血脉的牵绊 让人难以捉摸 范贤再次踏上江南 眼前的苏州美景如同一幅绝美的画卷 烟花璀璨 令人陶醉 江南的风情 如同一曲婉转的声歌 在微风中荡漾 在这片充满诗情画意的环境中 范贤感受到了一种别样的自由与舒畅 在这片美景之下 隐藏着无数世事变迁 而范贤正面临着接手三大方的艰巨任务 这可不是一条平坦的康庄大道 而是一场充满挑战和考验的冒险 他深知 眼前的风景只是表象 真正的挑战才刚刚拉开帷幕 三大方的权力结构错综复杂 长公主掌握着实际控制权 而明家人则扮演着职业经理人的角色 彼此间 暗流涌动 各怀鬼胎 但为了共同的利益 他们维持着表面上的亲密关系 长公主作为权力的核心 她的一言一行都能左右整个局面 她的举止言行虽然看似温文尔雅 但背后却隐藏着无尽的心机和谋略 而明家人则以此为生计 他们精明干练 表面上似乎对长公主言听计从 实则暗中掌握着一定的影响力 在外人看来 三大方似乎是一片和谐的天地 长公主和明家人之间的关系 看似融洽 但实际上 这只是一场权力的博弈 彼此之间 暗藏着无数利益纠葛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出 无法挽回的冲突 当范贤出现在这个局面中时 一切都开始发生了变化 她的到来 如同一块石子落入了平静的湖面 激起了层层涟漪 她的眼光如同利剑般透视着 这个错综复杂的权力结构 她不受任何利益的束缚 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审视着这一切 二皇子和明家人之间的算计 早已在背后展开 他们各怀鬼胎 暗中争夺着利益的控制权 面对范贤的到来 二皇子并不打算袖手旁观 她率先出手 鼓动着一群灾民去劫掠 企图在混乱中掩盖自己的居心 这是一场权力的博弈 二皇子和明家人之间的利益纠葛 早已无法挽回 他们像是棋手一般 每一步都在计算着对手的下一步 每一步都在暗中布局 企图将对方逼入死胡同 二皇子的出手 犹如一计重击 让整个局势陷入了混乱之中 灾民们被煽动起来 纷纷涌向街头 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骚乱 城市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人们四处奔逃 市井间充斥着惊恐的呼喊声 和破碎的玻璃声 而在这场混乱之中 明家人也并不示弱 他们开始动用自己的力量 试图控制局势 维护自己的利益 他们在暗中操控着一切 试图将这场骚乱 变成对二皇子的有力打击 以此来彰显自己的实力和地位 范贤的到来 让这场博弈变得更加复杂 他站在局外 用着与众不同的眼光 审视着这一切 他没有被利益所蒙蔽 也没有被权力所束缚 他只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 参与着这场博弈 范贤来到江南 就像一场狂风般的变化 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 引发了一系列的波澜 他的到来 像是一道闪电划破了天际 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世界 重新评估自己的立场和利益 正当他以为 自己能够在这片风起云涌的土地上 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时 却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场更加严峻的挑战之中 二皇子与明家人联手对范贤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他们用尽一切手段 试图将范贤排挤出局 保护自己的利益 范贤所面临的处境十分艰难 他需要面对着如何化解危机的难题 他的内心既充满了疑惑与困扰 又充满了坚定与勇气 范贤发现自己被推向了巨大的压力之下 二皇子与明家人的联手 对他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他感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 仿佛身处于暴风雨中的小舟 四舟危机四伏 让他感到无处可逃 随着局势的变化 范贤所面临的危机也愈发严峻 他发现自己身陷困境 被逼到了一个艰难的抉择之中 他知道他需要巧妙地化解这场危机 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 守住自己的立场 这并非意识 范贤需要克服重重困难 战胜各种挑战 才能找到一条突围之路 他需要冷静思考 审时夺势 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化解眼前的危机